街头摄影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镜头呢? 是极具氛围感的85 还是故事感十足的35 又或者是进退自如的50 还是干脆一镜走天下选择变焦镜头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街头摄影的镜头选择 大家好,我是郭成安 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呀 对着镜头说话都有点陌生了 感谢大家的等待 今年的第一期视频 我们就来聊一个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街头摄影的镜头选择 我会和大家分享不同焦段的镜头 在拍摄街头摄影时带来的不同体验 给大家提供一些镜头选择上的思路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新手的第一只镜头应该选择变焦镜头还是定焦镜头? 焦段决定了我们拍照时的取景视角 我们选择焦段 其实就是在选择我们透过相机看世界的方式 不同焦段带来的视角差异 会非常直观地影响我们透过取景框看到的画面 那么刚刚接触摄影的新手朋友 当然需要尝试不同的焦段 去观察不同的视角下 眼前的景物是如何被相机所呈现的 这也是我推荐首选变焦镜头的第一个原因 同时呢,每个焦段都有各自的特点 这些特点也直接影响着这个焦段排出来的风格 熟悉广角和长焦不同的取景方式 本来就是摄影学习中的一部分 广角可以让我们记录下丰富的环境信息 但是呢,更多的环境信息 需要我们在构图时考虑的更多 主动去做减法 长焦可以让我们在繁杂的街头中 寻找到一处简洁的角落 不过狭窄的视角也容易让街头摄影 失去街头这个重要的环境特征 所以啊,对于新手朋友来说 多尝试不同的焦段 可以帮助自己更快地熟悉不同的取景方式 从而找到最适合的拍摄习惯 我觉得刚接触摄影的朋友 肯定也不希望一上来 就被一只定焦的视野给限制了对吧 推荐大家第一只镜头首选变焦 还有一个原因 虽然咱们这个频道聊的最多的话题是街头摄影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 很多朋友买相机呀,出门拍照呀 最大的动力其实是旅行 在这个拍摄热情最高涨的过程中 当然需要一只可以覆盖多种场景 满足不同需求的变焦镜头才行 如果只有一只定焦镜头 可能过不了多久就发现 这也拍不了,那也拍不了 这样就有点打击自信心了 关于变焦镜头的选择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考虑 类似全画幅的2470 或者是APS-C画幅的18150 这样的万金油镜头 这类镜头的焦段 通常都覆盖了35、50、85 这几个最常见的定焦焦段 基本上可以适应大部分拍摄中会遇到的场景 当你发现自己非常中意某一个焦段之后 购入相应的定焦镜头 都会更加方便上手一些 再加上定焦镜头所带来的更好的画质 更大的光圈 以及更轻便的体积 都会让你的接头摄影拍起来更加顺手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定焦镜头焦段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85毫米这个焦段 这个焦段很有意思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焦段 这个焦段紧凑的取景范围和大光圈的特点 很适合拍摄一些氛围感十足的接头影像 我就非常喜欢在雨雪天或者是夜晚的时候 带着85定出门拍摄 除此之外 85定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可以在拍摄街头影像时 和街上的行人保持足够的距离 不会打搅到别人 能够抓拍到他们自然的姿态 特别是如果大家和我一样 不喜欢每张照片都是轨着人脸拍的 然后还没有那么强的艺人属性 我觉得在综合了体积和重量之后 85毫米这个焦段其实还是挺友好的 但是这只镜头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 那就是视野有些太窄了 有时候想多带一些环境信息 就需要退到离主体特别远的地方才行 空旷的地方还好 但对于拥挤的城市街头来说 经常会碰到退无可退的情况 当然这也是用中长焦镜头接拍时 普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用类似2470这样的变焦镜头时 发现出片的焦段集中在长焦端 那么对你来说 85毫米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聊完了85 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广的这个镜头焦段 35定 说起街头摄影的镜头选择 可能很多对经典作品比较了解的朋友 第一反应就是35毫米对吧 毕竟这颗镜头上有太多关于街头摄影 即时摄影的标签了 35毫米这个焦段的特性 就是在视野上会比较偏广角一些 能够拍下更完整的场景 所以用35毫米拍摄 不仅会记录下更有张力的光影与线条 还会让照片带有一种比较强的临场感 因为信息更多了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照片中的故事是在哪里发生的 这是35毫米的一大魅力 也是很多偏即时风格的摄影师钟爱他的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 这个焦段的缺点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了 那就是在取景时会带入没什么必要的元素 特别是在刚刚开始接触街头摄影 还没有什么拍摄经验的时候 很容易就把画面拍得乱糟糟的 拍出来的照片好像看上去没有什么重点一样 所以在用35定拍摄时 我们可以做一些拍摄方法上的转变 除了抓拍之外 碰到不错的场景大家可以尝试提前购好图 等待合适的主体出现在最佳的位置再按快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陷景法拍摄 我觉得35毫米或者是偏广角一些的镜头 会比较适合这种方法 也推荐大家多试一试 如果你在用变焦镜头接拍时 发现比较出片的焦段集中在广角端 那么就可以考虑入手35毫米的定焦镜头了 但是必须和大家实话实说 这个焦段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特别是对于摄影接触不久的新手朋友来说 真的是听起来容易 看起来也容易 就是上手不容易 我其实真的不太建议新手朋友一上来就挑战35毫米这个焦段 听到这里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既然85毫米和35毫米的优缺点都那么明显 是不是可以折中一下 选择50毫米这个焦段就能既有氛围也有环境了呢 之前说过35这个焦段的视野比较广 构图时容易带入没必要的元素 在这一点上50毫米就会好很多 遇到需要突出主体的时候 不用像35毫米那样离得特别近 就能获得一个相对紧凑的构图 想要带入多一点的环境和场景 50毫米只需要稍微往后退几步就行 不用像85毫米那样 恨不得拿着相机退到马路对面去拍 单比较这几点 50毫米确实是综合了35和85的优点 但是呀 我们又要说但是了 想法总是美好的 现实的情况往往就没那么理想了 这个怎么说呢 50毫米至于定焦 就好像2470至于变焦一样 好像什么都能拍 但又好像拍什么都没有特点 其实呀 越是适用范围广的焦段 刚上手的时候就会越觉得它平庸 甚至会觉得需要广的时候它不够广 需要长的时候它又不够长 所以想要用好50毫米这个焦段 反而需要更多的练习和尝试 在我的体验中 想要用定焦镜头拍到好的 或者说是有意思的照片 一定要多走动起来 哪怕是按完快门之后 觉得这个构图已经完美了 也可以尝试在前后走一走 多拍几张不同的景别 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 对比对比 因为我经常看到 有些朋友在拍照时 如果用的是变焦镜头 还会试一试前后推一推镜头 调整调整构图 但是用定焦镜头的话 经常举起相机就拍 按完快门就走了 其实无论用哪个焦段的定焦镜头 都非常需要我们走动起来 主动去调整构图 拍多了拍久了 什么样的焦段都可以发挥出它的特点 还是说回镜头 除了这三只最常见的定焦外 其实也有17 24 135这样的焦段 那么相比而言 更广一点的焦段就会更考验取景 像超广角的视野 可能还需要依赖特定的场景 才能发挥出它的优势 那相对而言 焦段更长的定焦镜头 在体积上呀 重量上 可能就用起来会略显笨重了 所以这些相对不是特别常见的定焦 我们就不展开聊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我的这些体验分享 能给正在纠结镜头选择的朋友们 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个赞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